所以我們有一句話叫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數據算 所以這個Big Data的出現很重要 再像我們現在生物醫學的分析技術,我們現在電腦速度很快 再像我們現在基因組測序的這個技術,從第一代變成第二代 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終於可以發展另外一種醫學 就是精準找到病人的基因的變化,給他一種醫療的醫學 所以到底我們怎麼樣做精準醫療呢? 基本上就是我們把病人手術或切片下來的簡體 把它拿下來以後交給病理科,病理科會把這個簡體做一個薄切 變成一個很薄的薄片,變成薄的組織放在一個薄片上面 這個薄片會經過所謂的,把這個薄片送到基因分析的平台 基因分析平台會把這個薄片上腫瘤的DNA把它打下來 經過第二代的基因定序的方式,把它的基因的變化 送這些數據分析出來,然後送到我們的電腦 大數據的雲端電腦去分析 分析出來以後就會有說這個病人的基因變化到底是屬於什麼 這樣的病人的變化在過去文獻上應該用什麼樣的藥物 就會有一個所謂的臨床的報告 所以臨床報告送到臨床醫生,臨床醫生根據這個基因檢測報告 就可以給你一個精準醫療的治療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病人,這個病人是一個41歲的白人 從來沒有抽菸,他除了有肺癌以外 他還有所謂這個肺癌跑到什麼致網膜裡面去 他很麻煩,他經過醫生的基因的檢測 都沒有發現任何的圖片,包括EGFR 包括NROS,KROS,ALK 這個你們剛才早上聽到的東西全部都沒有 可是這個病人做過化學治療,做過兩線都沒有效果 那怎麼辦呢?這病人出來做的基因定序 原來他出現了一個很少見的基因的變化 叫做REAT REAT這個基因出現了融合的現象 剛好REAT現在已經被發展出一個藥物叫做Carpuzantinib 這病人就進入Carpuzantinib的臨床試驗 你可以看到腫瘤 明顯的在綜合腔的地方有明顯的縮小 而且這個案例被發表在Lung Cancer Discovery的一個期刊上面 另外,有些病人 他可能有做黃醫師跟何祖恩的ALK的檢查 但是他這ALK的檢查 在我們一般醫院現在給的這種基因檢查的報告是打陰性的 結果這些病人又去做了所謂的次世代基因地區 就是這個精準醫療的更精密的分析 結果竟然有30幾person的病人 竟然有5person的病人 本來是黃醫師跟何祖恩他們這種醫院的檢查說是陰性的病人 結果被找出來是其實是ALK是陽性的病人 所以其實我們目前的基因檢測平台 在醫院執行的這種基因檢測平台 可能因為技術層面比較沒有那麼高 所以有很多病人很可能本來有的被監測是陰性的 是有的 另外,對一些癌末的病人怎麼辦? 對於一些後期的病人 醫生已經束手無策的病人怎麼辦? 那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這病人其實是一個肺癌的病人 他已經用過很多的治療 結果經過這個精準醫療分析 竟然發現他有一個乳癌的基因 叫做喝吐基因 如果乳癌病人都知道 乳癌的病人當中大概有1.5的病人 會有這個喝吐基因的突變 結果這個病人就發現一個乳癌的基因 那怎麼辦? 肺癌病人發現乳癌基因的變化 可不可以用乳癌的藥 結果這個病人用乳癌的藥效果就非常好 所以我們可以講 所以精準醫療 不但可以把同樣疾病的病人分類 還可以把不同樣的疾病的病人找出來 可能是相同基因的變化用同樣的藥 一個肺癌病人竟然用一個乳癌的藥來治療 反而效果很好 另外還有一個很特殊的案例 這個特殊案例是發生在馬街 這個病人在2005年的時候 左側被診斷為乳癌 而且是在第二期 那個是一個三陰性的乳癌 後來在2013年 隔了8年 在右邊的乳房又得了一種乳癌 而且這個乳癌是屬於荷爾蒙受體陽性的 結果2015年 也就是他第二次得乳癌後的兩年 又得了一個肺癌 這個人其實應該 他就後來得肺癌 確定是一個肺腺癌 這樣發生的機率其實不太高 有人去精算過 大概不到兩千萬分之一 也就是全台灣可能就只有這樣一個病人 一個病人曾經得過乳癌 而且乳癌是不同的形態 後來又得了肺癌 他身上其實有三種癌症 怎麼辦 難道照乳癌的治療 照肺癌治療 還是怎麼樣 都不知道 怎麼辦怎麼辦 精準醫學就可以去分析 把乳癌的檢體 跟肺癌檢體去分析 原來這個病人出現了 安潔利納球利的基因 大家有聽過安潔利納球利這個病人 他身上有一個叫 BRACA1的基因的變化 他的肺癌其實是這個BRACA1基因的突變所產生的 所以這個病人後來用什麼藥 用卵巢癌的藥 肺癌 乳癌都得過病人 竟然最後用卵巢癌的藥來治療 所以這就是精準醫療 很特殊的地方 另外呢 免疫治療 其實我們現在的免疫治療 就是把那個剎車 把T細胞的剎車給拿掉 所以我們就去測 T細胞到底腫瘤細胞有多少的紅包量 可是我剛剛說過 測的紅包量 好像在大部分癌症的方面 是屬於很落差的 根本沒有很有效果 那我們其實再回到一點 如果這個癌細胞本身 他就像那個這個 屏東的議長叫鄭太極 他就惡名昭彰 那警察也不敢收紅包 就算有紅包 那個警察還是收了紅包 還是要去把鄭太極抓起來 因為他實在太惡 他的那個罪狀實在是天怒人怒 所以如果一個癌細胞 他本身他的變異抗原很高 他就表示說他的突變性比較高 他就應該對免疫治療效果比較好 所以目前我們就會去測說 癌細胞裡面這個變異抗原的量 到底有沒有很多 如果用很多的病人就蠻適合用 那我們再看這個肺癌的研究 肺癌研究發現他說 如果這個抗原的量 突變抗原量超過178倍的病人 會比第178倍的病人來講 他的存活曲線是差很多的 另外在肺癌 將來會有一個免疫的新藥 叫Artero Artero這個藥物也是發現到這樣 突變量越多 這個突變抗原量越高的病人 對於這個免疫治療藥物的效果會比較好 所以或許免疫治療的這個 所謂的生物標記 不會是只有這PD-L1 將來這個免疫突變抗原的這個 總體的含量 或許是將來另外一個指標可以看 給他看